香港新增1325宗确诊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团到深圳 准备出席与内地的疫情专题交流会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1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与您一同点关香港 先来看几条简讯 因应近日深圳湾过境人数严重超额 旅检大楼即日起实施分流安排 本港入境处人员先在大楼内 检查过关市民是否持有24小时内的 核酸阴性证明 以及已经预约了深圳隔离酒店的证明书 符合条件才会或放行进入大楼 继续过关行程 否则会安排到旁边轮后 直到持有符合资格的文件才会获得放行 政府就呼吁不符合入境深圳要求的旅客 不要前往深圳湾管制站 本港隔离及治疗设施近乎饱和 有消息指 港府镇密地火速兴建港版的火神山 用作大规模集中接收初步确诊以及轻症患者 消息指选址希望远离民居 临近目前集中收治患者的地点 也就是北大羽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亚洲博览馆或竹高湾 当局正寻求内地专家协助 希望可以在一到两个月内建成 目前亚博馆已经使用8至11号馆 共约1000张病床 消息提到医馆局正筹备 及2号的治疗设施额外提供1000张病床 具关性疫情 香港今天新增1325宗确诊 再多两个人不治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昨晚表示 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 对市民的安全健康和经济民生 带来严重的冲击 中央对此高度关注 港澳办近日已经多次向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官员 转达了中央对香港疫情的关切和对香港同胞的慰问 并表示内地将全力支持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果断采取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与此同时 积极协调广东省人民政府统筹做好 越港疫情联防联控和保障跨境物资运输工作 保障对港蔬菜鲜活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供应 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同胞之所及 为此做了许多特殊安排 港澳办还透露 根据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近日将会同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 在深圳找开第二次内地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 而根据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天率领特区代表到深圳 准备明天出席内地与香港的疫情专题交流会 与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代表 以及专家就香港当前疫情形势交流意见 出席会议的香港代表是包括运方局局长陈帆 十位局局长陈肇史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等 香港的疫情已经到了火伤眉毛的危险时刻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证明了中央政府及祖国人民是香港抗疫防疫的坚强后盾 但中央的有力支持不代表中央和内地会大包大揽 为香港打点一切抗疫大小事 抗疫疫情迫在眉睫 香港不能等不能靠更加不能靠天 港府和香港市民千万不能认为中央出手内地支援 香港就可以躺平就可以松懈 香港抗疫说到底是香港市民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健康在战斗 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前总监曾浩辉表示 本港确诊数字升幅极快 现在较难预测疫情走势 未来一个星期是关键 他还表示与病毒共存是消极的说法 西方国家即使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也还是会因应疫情采取封城、禁足等的措施 并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香港必须积极作为 千方百计堵塞防疫漏洞 追踪源头 力争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早日遏制第五波疫情 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套用一句歌词 抗击疫情 香港当自强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我们下周再会